大家好,阿Ch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日凌晨,德甲第33輪有場焦點大戰 到其時有巴仁慕尼克主場對陣阿歐必萊比錫 聯賽到最後階段,作為德甲十年冠的巴仁慕尼克 亦處於前所未有的遺免壓力之中 今仗要對阿歐必萊比錫,球隊不容有失 幸好巴仁慕尼克目前正處於連勝當中 近期進攻表現亦挺強勢 而且球隊今季主場仍然立於不敗之地 即使對手實力不差,但有地理加持下 巴仁今仗有望再取三分 另外這場賽事安直播會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今季德甲冠軍爭奪異常激烈 季初克馬柏林聯一度成為攪局者 而後來居上的阿歐必萊比錫也參與其中 巴仁慕尼克不斷披經斬擊 才演變到現在與多蒙特兩強爭霸 雙方你追我說,積分榜上的龍頭位置是時有交替 直至現時剩下兩輪的情況下,冠軍仍然有懸念 而接過教邊的杜曹可以說是諸事不順 勾管亂,贏不到曼城,仍然止步在半準決賽 而之後德甲斑霸的地位亦處於風雨飄搖當中 三十二輪拜仁姆尼克取得二十勝八獲四負 暫時有六十八分 雖然目前處於榜首位置 但同排在次席的多蒙特只差一分 但不到最後還是不知道冠軍寶座會屬於誰 幸好的是拜仁姆尼克 已逐漸在歐冠聯出局的陣痛中逃出 單線作戰的他們 正不斷在聯賽中鞏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近三戰他們大獲全勝 當中格納比、梅斯亞娜、湯馬斯·梅娜等人帶領下 幫助球隊收獲十球 而且還能夠保住只失一球的數據 可以為攻守兼備 另外要留意的是 有主場優勢的拜仁姆尼克 仍然保持著不敗今生 至今十六輪主場 球隊豪翠十一勝五和 期間昆場入球數高達3.25個 而上述三位球員近期曾先後為球隊建功 現在他們手握聯賽入球裡 至少半數是來自自家的主場 他們也是球隊今將進攻上最大的倚球 總結來說 今將有安聯競技場的加持 拜仁姆尼克應該如虎添翼 所以說他們要全取三分應該沒有難度 陣容方面門將劉亞和後衛阿芳素·戴維斯仍然因傷缺陣 另一邊同樣踢完三十二輪的RB內比石 取得十八勝、撩和八負 球隊實力無庸之熱 但無奈始終無法觸碰自己寄望已久的冠軍獎盃 今季同樣是這樣 暫時有六十分的RB內比石 已經退出爭冠行列了 現時目標是保住前四 對於他們來說 前四亦不可說是勝券在握 球隊和柏林聯、費雷堡的積分差距也不算太大 而這三支球隊所剩下的賽程中 RB內比石今將要面對實力強勁的 鮑人姆尼克 他們的壓力應該不小 其次 身為前四集團的一員 RB內比石是其中座客搶分最少的隊伍 其中座客挑戰當下前四球隊是一成難球 而且陣中 頭三位入球最多的球員分別是尼坤古 天母華納和科斯貝治 他們都要靠主場才能入球 他們從三月下旬以來 就未試過在座客時能入球 這個模型中增加了球隊金將的不利因素 而且RB內比石在2018年底開始 就未曾在巴仁姆尼克各項賽事交鋒上 取得過勝職 與巴仁姆尼克最近五次交手 是輸了四場 輸球率高達八成 在種種不利數據當中表明 RB內比石金將確實是空多吉少 陣容方面門將古拉斯的欣相無緣披甲上陣 好的花火G sap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睇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比四喜好球球勝出 compared領域чес مع rock 試試試看 by bwd6